好了我們再來看到 隨著這個選情越來越接近 目前看到是侯友宜苦吞恩恩案 支持度再度奪六都第一 苦吞恩恩案還能奪六都第一 我們來持續為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看到目前來看的話呢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這個統計來說呢 侯友宜的這個支持度是28.4% 再來是高雄陳其邁24.5 柯文則22.3 再來是盧秀燕鄭文燦逐一的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 游盈隆就對於這個部分來做了一個分析 他提到說 恩恩案後面排行榜 依舊是第一受到了肯定 雖然暴跌了6.8個百分點 但侯友宜的支持度呢 是雖然亮了紅燈 也是全年流失約388萬的支持者 但目前還是穩坐第一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競爭對手呢 是緊咬恩恩案 他說不是為了選情 而是為了追真相 目的不是批鬥 是為了不再犯同樣的錯 不過至於恩恩的爸爸呢 他提到說 非常感謝林佳龍願意給予承諾 我們夫妻一直苦苦追求的 就是這件事情 他們只要真相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一恩恩案的部分 對於侯友宜來說呢 的確有影響 但還是可以看得到 他是穩坐第一的 我們鏡頭往旁邊一看 再來看到這部分 目前來說呢 這個肯定度暴跌呢 幅度前所未見 所以恩恩案的殺傷力呢 是逐漸的浮現 那侯友宜針對這個事件 他也提出他的看法是說 人民是期盼乾淨不抹黑的選舉 用市政願景來好好努力 那對於這部分來說的話呢 其實尤銀龍預測 因蘇體制難撼動 安倍遇刺效應 影響了聲望回聲 是因為安倍效應 本身這個起事件 讓蔡總統呢 他的民意度調查 逐漸的回溫了 那現在來說 對於蔡英文 他的這個國際的這個認證 對於他的政策層面 大家的滿意度如何呢 非常贊同的是15.9% 還算贊同的是37.1% 那持續的部分來看 其實他是對於大家來講 蔡英文總統的贊同度 是有提高的 真的都是因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遇刺 讓大家感同身受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柯文哲也提到說 蔡英文的ECFA 才是真正的賣台 台灣被鎖進中國的經濟圈 這不是賣台的行為嗎 不然ECFA你直接停掉啊 對此柯文哲的嗆聲呢 目前蔡總統還是沒有任何的回應 那隨著各黨陸續提名 縣市長的參選人呢 年底的選情 似乎也逐漸在加溫了 大家都感受得到 不過民眾黨台中 前代理主委張仲俏發現 陳時中不打黃珊珊 他選擇打柯文哲 博取吸金度 大家只在乎網路的聲量 已經沒有再比政策了 這次選舉 他不是針對 你看陳時中他不打黃珊珊 陳時中要去打柯文哲 為什麼博言求薄吸金度 然後高文安感覺上 他好像跟林志堅兩個在CP一樣 沈慧紅努力的說 選我選我選我 是大家讓我看到 但是怎麼打 新竹這個選情 好像一直在跟林志堅在做對打 對然後林佳龍 好像他的那個台中 跟他的太魯閣又念念不忘 一邊是交通部的事情 一邊又是台中市的事情 所以今年的選舉亂成一團 然後再加上昨天激進黨的事情 又是從高雄的三民區發難 然後直接跳來新北 對所以今年的選舉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全國好像都是不分區市長 跟不分區議員 大家都是跨區在負擔 所以你說那有老師做這個 全國性的民調 我覺得合理 我們現在看起來覺得合理 因為你不管他母體對不對 搞不好最後母體全部都混在一起嗎 當然我喜歡的人12345 跟凱翔喜歡的人12345 你不能說我們兩個第五名 全部拿出來以後 我的是1.9 凱翔是1.7 所以我的第五名危險 兩個母體本來就是不一樣 可是這個也顯示出來一件事情就是 今年的選舉很好玩 你都不是跟你的對手選 你是跟你覺得可以幫你拉升量 可以幫你在網路製造話題 可以幫你去博取 更多關愛的眼神的那個人選 所以今年很好玩 你要跟誰做攻防 完全是看網路聲量 所以真的是網軍時代來臨 大家已經沒有在比政策 大家已經沒有在比 你可以給這個城市帶來什麼願景 大家要比的是我怎麼樣獲得 更多的聲量知名度 在合眾聯合跟氣保之下 來贏得這次選舉 台北市長柯文哲任期內 最後一次的雙城論壇上午登場了 柯文哲喊出了三個應該和五個互相 強調兩岸要對等和平的交流 而上海市長也重申兩岸一家親 對於最後一次的主辦雙城論壇 柯文哲語重心長的表示 政治的操弄只會讓兩岸的關係 越來越糟糕 雖然政治可以分歧 但兩岸人民不應該要有敵意 台北市長柯文哲卸任前 最後一次雙城論壇登場 因為疫情影響 才用視訊方式進行 可說是近年難得的兩岸官方 交流平台 上海市長也再度重申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更強調雙城論壇的重要性 就是為了不斷的增進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 為改善兩岸關係累積善意 這場論壇簽下了三項MOU 但看到最近共機頻頻繞臺 還有水果和石斑魚 接連被禁止出口到大陸 兩岸關係不斷惡化 柯文哲直言民進黨這樣的操作 無助於兩岸發展 柯文哲卸任前 沒包袱條命點出兩岸問題 就盼蔡政府能聽進去 不要再為了搶選票操作意識形態 分化兩岸關係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 表示自己上週末吃日本料理時 因為日本的和牛太油且太貴了 因此他點了是美國牛小排 作為火鍋搭配的肉類 結果惹來了一群民進黨的側翼 來踢館說 為什麼反對萊豬卻不怕萊牛 趙少康就痛批了 這些綠營車醫師在很無聊 在台灣我們不常吃牛肉 但是常常吃豬肉 所以就算是美國牛肉和美國豬肉 都有含萊克多巴胺 我們牛肉吃的比較少 豬肉吃的比較多 當然風險比吃美國牛高 這些酸民要做 這些酸民先去做功課 再來挑戰它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保氣 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GO